请收看汇率法师冯雪讲座 同学们,这句话可以让你足足过快乐的一生 记住师父的话,一定要包容那些看法跟你不同的人 你才有快乐的日子可言 没有这种哑量,谈不上修行,也谈不上快乐 我持我见,我慢,不要觉得你很狂 你做学生的就这么狂,那汇率法师要站在哪里 你说我要站哪里,你当学生徒弟就这么狂 你说我呢,我要站哪里,站你家的门口吗 这就告诉你,我都不感觉狂 那我这么狂,你说叫释迦老子站哪里 在讲座外面还是里面呢 没有这个必要 世界上的人比我们强的人太多太多了 太多太多了 不计其数 你狂什么 和你自己的生命 不要与人比较 不要逞强 不要口出狂言说你有多么的伟大 千禧可以表现你本身的修养 狂妄也可以表达你自己 你为什么不通过你千禧的内在来表现你的赤诚 你为什么一定要通过狂妄呢 你简直是于是到家 我们当法师讲话都是这么包容的 当先生就不得了啦 没有这个必要 狂是想推销自己 却是没有人要买 千禧只是想让人家知道却很多人能够接受你 世间的人每一个人都希望听到别人千禧的一面 当你越千禧的时候 人家就越赞叹你 你比如说 我现在讲的话 我举个例子啦 如果有人告诉我 说 诶 非老师 你现在做演呆喔 然后 假设我换两种角度 来跟他回答 我第一个角度就是说 我不能做演呆啊 没得到啊 你想喝哪里吃啊 我没得到啊 什么事啊 对啊 不论皮肤无关 哦 哦 不论说管多 我就很安慰啊 不论说everyday every day 不论这样 别说的那些 我说我人的貌相 学问 地位便宅 你这样听起来就不太舒服 不太舒服 啊 他确实有这种优点嘛 他就讲起来就 嘿 如果有人站在你说 呃 非老师 哦 你很有成就喔 啊 你就跟他说 没有你们 我哪里有成就 托福 对不对 没有动身 哪里有法师 他还继续赞叹你 千夕就是希望再得到一次的赞叹 啊 你你你你不要不鞠躬就不立敌 你要记住师父的话 你不要抢人家的功德 如果你一赞叹 哦 我 我对佛教的贡献也怎么样 我说我一点贡献都没有 那大家的 佛教是大家的 欸 像我这样就有贡献 你叫印光大师坐在哪一个位置啊 那太虚大师怎么办呢 殉劳上那些怎么办呢 红衣丽丝呢 欸 那个有讲话吗 我这样就了不起 笑死人 没有什么 Nothing Everything is nothing mole closes 能不能播给您 为什么